英国女王登基70年 事实上1月2日登基的时刻 英国已经从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它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 但是它也是一个破产的国家 所以它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 因为它已经发不出海外的军饷 在这样的情况以后 上台的英国女王到现在为止70周年 英国人几乎是水泄不通的 看着这场我们称之为叫Jubilee的 70周年胜利活动 他们都知道因大英帝国不复存在 或许存在了就剩下这个王室 而70年的王室风风雨雨 何其之多 它比大英帝国的瓦解 可能更令女皇来得伤心 穿着一袭浅蓝色套装的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在四代家族成员的陪同下 一起庆祝她继位以来最重要的纪念日 登基70周年白金西 高龄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 不仅是目前世界上年龄最长的君王 也是史上在位时间第三场的君主 仅次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72年 及泰国国王普美彭的70年又四个月 为了备受人民爱戴的女王 英国政府比照十年前庆祝六十周年的规模 从六月二号起一连四天举行庆祝活动 但对女王来说 今年的庆祝心情不可能再像十年前一样 因为女王的夫婿菲利普亲王 在2021年逝世 没有了一身挚爱在旁陪伴 再加上女王今年二月感染新冠病毒后 常感疲惫 女王缺席了多项庆祝活动 即便露面也只短暂现身 让外界开始担心女王的身体状况 登记七十年来 女王执行过两万多件公物 出访超过一百个国家 接见的名人 参加过的活动更是难以计数 但在女王十岁以前 她从没想过 自己会这么快接下这顶王冠 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 乔治六世是乔治五世的四子 伯父爱德华八世 才是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没想到爱德华八世 即位不到一年 就因为坚持迎娶离过婚的美国名媛 而选择退位 原本即不想承担王位责任的弟弟 乔治六世被迫登基成王 乔治六世在位期间 大英帝国逐渐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英国国力更是严重衰退 武力再维持众多殖民地驻军 民族主义崛起也让殖民地 纷纷宣布独立 帝国体制转变成松散的 大英国协 1952年2月6日 但他从王室先祖所继承的坚定意志 让他屹立不摇的率领家族成员 度过多次危机 被女王形容可怕的这几年 她的三个孩子陆续传出分居 离婚消息 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查尔斯王厨 和戴安娜王妃的婚变 当时压垮王室身孕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戴妃之死 女王原本坚持王室传统 不在白金汉宫将半旗为戴妃致敬 但随着民众批评 王室无情冷漠的声浪越来越高 甚至有民调显示 25%的英国人认为该废除君主制 和1969年的19%相比 无疑是对英国王室的存亡与否 敲响警钟 女王的态度此时终于软化 除了同意降半旗 还提早返回伦敦 并亲自聆听为戴妃哀悼的民众心声 有历史学家指出 伊丽莎白二世认为 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维持英国王室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且能代代存续 而他似乎也做到了 在渡过戴妃去世的生育危机后 英国人民逐渐接受查尔斯 和他的长期情妇卡米拉 2011年 威廉王子迎娶凯特 睽違30年的王室世纪婚礼 再度掀起全球皇室迷的追捧风潮 两年后 女王的第一个曾孙 乔治王子诞生 这个王位第三顺位继承人 可爱的模样 掳获不少人心 只是媒体报导 王室好消息的时光维持不了多久 女星梅根嫁给哈利王子后 八卦媒体陆续传出 梅根遭到种族歧视 或是在王室耍派头的负面消息 为了不让母亲被媒体 追逐终生的悲剧重演 哈利在2020年 宣布和七小脱离王室 一家人搬到美国加州生活 哈利同时多次发言 批评王室成恶 无疑为王室平静多年的日子 投下了震撼蛋 虽然哈利的反叛 多少让身为祖母的女王伤心 但让伊丽莎白二世更难过的 是他最疼爱的儿子 安德鲁王子的性侵丑闻 安德鲁被美国女子朱弗里指控 在他17岁未成年时性侵了他 安德鲁虽然始终否认指控 但今年初 以4.5亿台币的天价和解金 解决这起诉讼 名誉扫地的安德鲁被剥夺 荣誉军邪和殿下投鞋 年过六十 还得让母亲动用私人财产 帮他付这笔和解金 尤其建议的建议是很确实的 我认为这种意义的 因为这个过程中的违纳美国务是强制的 那是惊剩,如果王宝珍也不会强制了 我认为任何会不会有任何的 有些会有这些会议 这些会议价值其实在这些会议中 虽然他们能够有多种人在国际的认为 他们能够没有人的选择 我以为疑得 虽然学者专家都认为 英国王室即便受到这么多丑闻打击 仍然可以屹里不摇 但这是伊丽莎白二世还在位的情况 去年底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八成的英国人对伊丽莎白二世 抱持正面看法 但人民对她的继承者 查尔斯王储的好感度只有六成 民调同时显示 30岁以下的英国人 大多赞成废除军王体制 而年轻人尤其不喜欢查尔斯 一旦伊丽莎白二世驾崩 查尔斯成了国王 英国王室的存续便添加许多变数 我们最后的皇帝王室 所有信息都会到达到哪儿 我认为查尔斯是一个人 能够被拒绝和拒绝 只会是他 威利安 然后在旁边是安德鲁和哈利 确实伊丽莎白二世最受外界称赞的 就是她绝不干涉政治 不发表任何可能激怒他人的言论 尽管这70年来 英国和世界局势发生巨变 她总是以不变应万变 坚持和人民及政府站在同一边 她在位期间一共经历过14位首相 呱呱带领英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 夺回福克兰群岛的铁娘子柴切尔夫人 到现在史上支持率最低的首相强森 首相来来去去 王室丑闻一个接着一个 女王始终坚定不移 有学者认为 伊丽莎白二世应该要像她的先祖一样 获得称号 就像人称威廉一世国王为征服者威廉 伊丽莎白二世也应该要被后人称为坚定的伊丽莎白 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 伊丽莎白二世会在史上留下的评价 可能就像她本人的理念一样 只是一个终身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公仆 我希望她会被认为 她是一个人称威廉的 她在公司的公司 她是很好的人 我认为 她是有很好的 在这样的预备 预备 预备 质的 它在任何人称威廉 但仍然在日常提供您的利益和利益的服务 谢谢你收看今天 文切的世界周报 文切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面临了大疫情 面临了恶物战争 生活越来越不容易 所有的人 你至少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保持安全 戴好口罩 做好你的社交距离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 文切的世界周报 文切的世界财经周报 感激 文切的世界财经周报